銀主盤及負資產有上升趨勢,令經濟環境對本港樓市的影響逐漸浮現。 根據中原地產,獲銀主委託的放盤作統計。 本港銀主盤總存量已連升六個月,十一月增至於二百二十貨,再創十三年新高,回復至2008年爆發金紹海嘯銀主盤的於七成水平。 新界西北更淪為銀主盤一大倉庫。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 上週報164.91 點,按週大跌近百分之二,別幅為六年最大,重返2017年12月水平。 根據金管局公布最新數據顯示, 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中數由今年次季末的五十五宗,大增至第三季末的五百三十三宗,按貴近九倍,為2016年次季一千三百零七宗後新高。 中原地產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,經濟轉差。 本港樓價至去年高位以累跌近百分之十四,個別屋苑更跌於兩成,加上在加息周期下。 銀主盤的增加速度恐加快,甚至福息向上。 明年農曆新年後有機會增至於一千間。 陳永傑再度呼籲政府適時減納,令樓市平穩發展。 11月截至4日,全港銀主盤總存量增至226伙。 相比上月下巡錄得的216伙再多10伙。 為2009年4月6249宗後的13年新高,與去年同期124伙比較,按年升余八成。 2008年爆發金融海嘯後,本港銀主盤數量增升至316伙。 2008年12月,及後層回落至22伙。2015年3月,反映目前銀主盤數量已達海嘯時的余七成水平, 並較最低位反彈9點,二倍該批因業主武力供款而租銀主收樓放售的200多個單位之中。 住宅佔比亦按月增加6-187伙。當中余三成由財務公司接管放售。 這些住宅銀主盤中,中小型物業斷供比例亦較高。能成造最高九成按揭,樓價一千萬元,或以下佔133伙。 佔佔7成。樓價二千萬元以上的中高價,及豪宅物業,則佔28伙。 哪一區是銀主盤中災區?答案是新界西北區。元朗及屯門現分別有16及12伙銀主盤,合共28伙。 涉及屋苑包括龍門、嘉湖山莊、以聯、上月及兵庭等。 將軍務更急升至15伙,較今年初約5伙急升2倍。 而本月首四天,市場再多11伙銀主盤。其中一伙來自入伙約三年的將軍務日出康城那拉布,單位為1A座低層戶。實用面積1087方呎。屬四房間格。 銀主開價一千八百萬元,赤價一萬六千五百五十九元。 成為屋苑首間銀主盤,叫價更比業主,於2018年,以約一千九百四十六萬元的一手買入價低一百四十六萬元。或余百分之七。 由麻地與金國鋒再新增一伙銀主盤,令屋苑銀主盤數量增至三伙。為目前全港最多銀主盤屋苑。 另外,上月市場錄得約七宗銀主盤成交,以劈價為主。 位於諾富富強縣A座高層九室,面積656方呎。 未保地價下,以七百八十萬元售出,赤價一萬一千八百九十元。 給原業主兩年前買入價八百二十六萬元低四十五萬元,或百分之五。 而該單位正是兩年前東九龍區的居屋王,創下赤價新高。 叫價低過自己銀行股價樓市低迷,二手成交價一間蘋果一間。 部分有心出貨的銀主盤,近日陸續減價吸客,甚至出現叫價低過自己銀行股價現象。 日出康城另一間銀主盤,位於嶺都五座一個面積六百八十方呎三房單位。 銀主為本港主要大型銀行,單位上月叫價八百四十八萬元。 銀行近日因應市房把叫價調低百分之六至七百九十八萬元,尺價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五元。 不過,嶺都近日成交尺價已跌破一萬元,一個實尺九百八十五呎四房單位。 日前僅以九百八十萬元賣出,尺價低見九千九百四十九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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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